大家好,我是德國物理學家華倫海德 其實我就是定出溫度單位華視那個人 在我23歲那年,即是1709年 我嘗試去製作酒精溫度計 當時找一個溫度的定點作為參考 我就用了冰、水和鹽的混合物的溫度定為零度 至於水的冰點我就定為32度 人的體溫就是96度 為什麼要這樣定呢? 因為這樣,很容易在溫度計畫出黑度 0度到32度之間的距離就是25次方 32度到96度之間的距離就是26次方 是不是很厲害呢? 五年之後,我再採用可以承受更高溫度的水仁來製作溫度計 這次我就將水的廢點作為溫度的上限擺到12度 這樣我就可以將水的冰點和廢點之間 劃分為180度 同時又令到人體體溫修定為98度 這樣就更加接近100度 綜合我以上的研究 溫度測量就因為我在1724年發表了論文 第一次有了統一的標準,是不是很棒呢? 等等先,你都未講攝氏點來 大家好,我是瑞典天文學家攝爾修斯 攝氏是我在1742年提出 當時我以水的廢點為0度,水的冰點為100度 後來其他人就提出將這兩個標度調轉 即是水的冰點為0度,水的廢點為100度 那些人為了紀念我就用了我的名字攝氏來明明這個標準 既然講了我們怎樣定溫度 你又知不知道怎樣界定天氣冷還是熱呢? 嗯...天氣有天氣的專業的 我...我...我怎麼知道啊? 沒錯,天氣都很專業的 香港天文台有不同的術語去到形容不同的溫度 用緊攝氏的香港 7度或者以下就叫做嚴寒 8至12度是寒冷 去到13至17度就是清涼 再暖一點 18至22度就是和暖 23至27度就是溫暖 去到28至32度就是嚴熱 33度或者以上就是酷熱啦 但是其他國家或者地區都會有不同的定義 所以大家出去旅行或者公幹就要留意啦 唉...現在各個觀眾都知道我不會天文台的東西啦 你不要覺得不開心啦 不懂就慢慢學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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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